咱们现在眼前所看到的就是武汉最大的 也是全球最大的购物商场 相当于两个迪拜的购物中心那么大 现在已经开业一年多了 我们今天过来看一看 快一年了吧 到十月份就是一年了 然后呢 看一看现在的变化怎么样 人流量怎么样 我们现在进来了 这个商场呢 总共是耗资了120个亿 然后这门口是超大的一个华为店 我现在在二楼 整个商场的专修风格非常的高大上 从这边环顾一周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是武汉的黄河楼 龟山电视塔 还有这个滑雪 夏天避暑 那两好去处啊 感觉在这里面吹空调 冷气开的还挺足的 给大家说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这边路标啊 它不是很明显 刚刚我累急找厕所 真的差点拉到裤子里了 找了半天 硬是没找到 还有啊 在这里面停车 真的很难 很麻烦 虽然停车场非常的大啊 它从负二层到负四层 它是楼下三层 楼上有十层 总共一起是十三层 然后看一下里面的一个情况 大家自己看一下吧 大问店铺呢 都是属于很多一些不知名的店铺 比较接近于地气吧 跟旺达非常相似啊 里面的消费并不是很高 富一楼主要是各种特色美食小吃 我就不去带大家看了 主要看一看里面的专修风格 看一看里面人流量如何 现在已经营业半年多了 从去年的十月份开业了 十月底应该是到最后 因为延期了 到十一月七号才开的业吧 具体记得不太清楚了 当初开业的时候 可谓是人山人海啊 门口的景旗啊 各式各样的气球啊 宣传非常到位啊 然后这个商场呢 叫做武商梦时代 它位于湖北武汉的武昌区 它的旁边还有中介商局 然后还有 中部战区总医院 对面是宝通室 地铁啊 公交啊 非常的方便 门口是一个超大的公交站台 双排的啊 很多辆公交车经过 然后这个地理位置也是非常好的 左边呢 右边呢 也没有什么大的商圈 除了街道口 那里有一个银泰创意城 还有台湾在武汉开的一家群光广场 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商业竞争力 这个商场啊 据说是三天三夜都逛不完 我们现在来到了是四楼 我现在只是逛了冰山一角啊 现在这个点呢 基本上只有在五楼六楼七楼餐饮服务业 生意比较火爆一点 还有副一楼 其他的店铺呢 可能是由于工作日的原因 并没有看到特别多的人 但是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地方 就是这里面 休息的区域还设置挺多的啊 首幅厅呢 也比较方便 上下它是连在一起在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的是五楼 带大家看一看 整个商场从上到下 人流量怎么样 这个样子的一个状态 你能接受吗 和你的心理的预期 人流量是多还是少呢 可能由于商场太大了 人流量就分化了 因为这个商场啊 它是三天三夜都逛不完 在里面很容易迷路啊 据说外卖小哥过来送外卖呢 他都要跑步前进的啊 很难找到某个店铺 他的商业铁还是比较 就是说集中化的 哪边是卖服装的 干嘛的还是比较清楚的 虽然比较大 规划的还是挺好的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这个六楼 这里是有一家电影院 电影院的名字是叫摩尔城 跟汉口的那个 国馆里面的七楼的电影院 是一模一样的 也叫摩尔城 武山摩尔城 这里面主要是一些扭荡啊 还有按摩椅啊 我发现这家商场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它没有出现那种呱呱乐啊 彩票之类的 可能看不上这个吧 嗯 也可能是商场非常高端 所以就不需要这些东西来引流 看一看这边的一个模型 这是道具啊 看到没有 然后这边呢 也是在做宣传 火炉降冰雪 里面是有个室内滑雪场的 据说刚开业的时候 还有室内过程车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发现啊 对于现在这样的一个变化 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见解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记得点赞 拜拜